美墨2PS500 一共有4种画面模式 咱们看看区别 我现在用的是LG的C3电视 现在可以看见帧率 现在是120帧 我为什么说有4种模式呢 因为它有这个高宝帧 开了高宝帧是4K30 关闭高宝帧是2K60 解锁帧率 那就是开启了VR 首先我们关闭解锁帧率 打开高宝帧 这时候是4K30 这也就是一般显示器或者电视 4K电视4K显示器能达到的效果 现在视频录制用的是 4K60帧采集的 我肉眼看到的有明显的卡顿 4K30我是受不了 虽然我关闭了动态模糊 但是这个感觉我受不了 目前清晰度是最好的 画面是最好的 下面我们开启高宝帧 开启解锁帧率 也就是VR 现在应该是4K30到50帧 不管怎么设置 在高宝帧模式下 这都显示的是119帧 也就是说显示器测不出来 当前的帧率 但是我目测 这个帧率40多帧 50帧还是挺舒服的 可能达不到60帧 但是感觉也还行 要想开启这个模式 你需要有一台4K120的电视或者显示器 并且要支持VR才可以 这就是美墨2 PS5版最好的分辨率 以及最好的帧率 但是这个帧率是可变的 VR叫可变刷新率 这是4K的头额丝 然后再看一个关闭高宝帧 关闭解锁帧率 也就是标准的2K60帧 它是以2K分辨率渲染的 然后拉伸到4K 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黑屏 看不见显示器或者电视的切换 在游戏内部直接切换了 2K60的帧率肯定是足的 但是画面效果其实也还行 照着4K还是差一点 细节程度 B帧程度还是差一点 包括它身上穿的衣服还有包 然后我们再打开解锁帧率 也就是开VR 这个时候我就能看得到 当前帧率是99、98、91 现在是以2K分辨率渲染 然后帧数越高越好 现在83、84 因为开了VR 所以说玩的时候并不会有撕裂感 这样能解脱能释放PS5的全部性能 当前是2K分辨率帧率是变的 101帧 最后收换者2、美墨2 PS4版和PS5版画面有什么区别 咱们这个视频对比一下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PS4原版的画面 PS4版 美墨2PS4版它在PS5上应该不能调分辨率 只有一个分辨率 应该是2K的 但是可以调帧率 或者60或者30 我们先看一下30 分辨率画面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现在是30帧的 明显的卡顿 注意一下头发 这个背包还有这个衣服头发和PS5版本的性能模式 也就是2K60帧模式 或者2K80帧模式区别不是很大 那合着PS5版也就多了一个4K分辨率的30到50帧VR 从当前这个场景来看就是这个区别 看看叶子看看这个树 现在是60咱们跑一跑 60的帧率其实也挺稳的 那么快就要讲了